我們之後需要假設重複做的 每天都重複固定的動作的話 理論上其實你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程式 當然這個程式怎麼變出來的 其實Sale有些地方還蠻人性化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叫錄製聚齊 這個聚齊其實就是程式 意思說它會幫你把滑鼠跟鍵盤的所有動作 幫你自動產生對應的程式 這個叫錄製聚齊 所以其實如果你不會寫有些程式 你其實用錄的沒關係 這個特性其實其他語言是沒有的 其他語言你不會寫就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就做不出來 但我是覺得Sale這個部分至少還有一個緩衝 如果你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聚齊 但是錄製完聚齊之後還是要進入到裡面 還是要看得懂到底你入了什麼程式 那個程式基本上給它一個名稱叫VBA 所以其實錄製下來的東西其實也是VBA的程式 那我們再來DEMO一下 首先第一個我們就是這兩個按鈕 其實就兩個很簡單的按鈕 我如果今天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按下這個按鈕清除 按下這個按鈕就在什麼 把公式再輸出 就是很簡單的動作 那因為有對應到兩個按鈕 所以我們必須要錄兩個聚齊 OK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我DEMO一下 這個是最後結果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一樣就是把剛剛的這個 列席的這一個 也許你可以把它複製一個 Ctrl加按鈕 然後把這個名稱也許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聚齊好了 把這個刪掉 名稱不能一樣 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叫聚齊 名稱改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 如何這個 錄製聚齊 也就是說呢 你慢慢就會進入到 程式的領域了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錄製聚齊 你在上面是找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認為說 這個功能是蠻進階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等同就是說 你要有心理準備 對 也就是說 你即將成為 進入到另外一個 對 開另外一扇窗了 怎麼開 我教各位 如果你要開 上面有個箭頭 這邊有個其他命令 有沒有 箭頭點下去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個制定功能區 制定功能區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右邊有個叫開發人員 其他都有打勾 就只有開發人員沒打勾 為什麼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直接打勾就好了 也就是現在 其實大部分人還是不需要這個功能 但我在想說 未來的功能 未來這個可能會自動就打開了 為什麼 因為等到哪一天大家都會了 大家都需要的 那就自動打開就好了 目前是沒有了 所以我們把它打勾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 上方就會有開發人員 有沒有 就會有個路字去期 也就是說 如果你 當你打開這個功能的時候 表示說 你即將成為 所謂的開發人員 你的level就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我有問過 我外面有開一些課 那有學生來 我說 你為什麼來上這個課 他就說 他的同事 每個人都有開發人員 就只有他不知道怎麼開 另外的話 他說 每個同事 每個人都有按鈕 他就覺得 這個按鈕很神奇 按下去 自動就可以 跑出東西來 自動就可以這樣 然後爆表自動出現了 然後圖表自動畫好了 然後就很開始 就 就開始裝忙了 OK 然後 因為事情做完了 老闆 如果沒有其他任務的話 當然 就可以 找點其他事情來忙 然後 他就覺得 這個還蠻好的 所以他就覺得 有必要把這個學一下 他也覺得 哇 真的很方便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把一整天的事情 全部都寫成對應的 這個程式 那你只需要什麼 在關鍵的時刻按一下 其實東西就有了 這絕對不是我說笑話的 這是很多現在職場上面 上班族有些就是這樣在做事 那其實大家可以想見 因為如果你要提高效率 假如說一整個公司 每個人都會這些功能的話 哇 那這個公司競爭力有多強 一下子馬上就OK了 資料馬上就處理完畢了 老闆要什麼報表 馬上講一下 全部都OK了 對不對 那當然是高效率的吧 如果每個人都用竹刃鏈鋼的 跟他要個資料 可能慢慢等 等很久還是等不到的話 那你當然效率一定是不髒的嘛 OK 所以其實這也是評估一個 那個企業或一個單位 到底有沒有競爭力一個指標 OK 所以其實 當然以個人來看 我是覺得如果效率提高 自己 這個上班的品質也會比較好一些些 有沒有 好那第一個 請各位待會開啟這個 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學習如何錄製聚集 然後呢 並且執行聚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動作 那你錄製聚集之前 請各位先彩排一下 因為錄製嘛 就跟你錄影一樣嘛 錄的時候 你如果隨便亂錄 那NG怎麼辦 要重來 所以 那首先的話呢 錄製兩個按鈕嘛 所以第一個 我需要什麼 把那個公式錄下來 那特別注意 裡面的公式不需要刪掉 為什麼 因為直接可以紀錄 打勾就好了 所以 待會的動作 如果第一個是什麼 比如說 手機串接好了 比如說手機串接按鈕 將來也許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然後一個清除好了 那我先做這一個 怎麼做 一 郵標記得不要直接放上去 你錄製之前 請你先放外面 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你因為點下去的動作 必須錄進去 一 郵標放在一二 二 一二 點擊上面 資料編輯列 打個勾 三 快速點兩下這個空點 好 第一個按鈕完成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 郵標放外面 清楚喔 怎麼清楚 一 郵標放在一二 二的話記得 把底下資料全選 刪除 那全選的話 當然你以前是這樣 慢慢這樣拉 不過我不建議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拉的話 它會錄很多程式 而且 將來那個選的範圍 會是固定的 那如果說 我要它自動追蹤到最下面的話 記得喔 這邊有個組合鍵喔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這個組合鍵 我們可以請ND SHIFT向下 即ि按注 你可以這樣選,Shift按鍵按住 當然你也可以動態去選取 這個是簡單規則 你想說這樣做,如果不這樣做 其實就沒辦法追蹤了 也就是說,將來如果你資料增加或減少 它就不會變動 用這個方法的話,它會自動追蹤 所以我們就是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然後三個動作完成 我們來錄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再來的話,我們就開始做了 Ctrl Z,先復原一下 第一個,錄製去期 所以它問你說,你這個名稱叫什麼? 我取一個名稱叫什麼? 手機串接好了 那名稱給它之後 再來按確定就等於開始錄了 就跟你按下錄影鍵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 這不能NG了 NG怎麼辦? 沒關係,重來 蓋過去就好了 好,確定 已經有了,蓋過去了 因為剛剛好像有寫,已經有錄過了 蓋過 三的話呢,向下填滿 好,結束呢 請你按一下停止錄製 這三個動作 所以有機械化動 一、二、三、停止 第一個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油標先放外面 然後一樣錄製 要怎麼? 手機清除 清除 好,這樣 一樣喔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 確定 把它取消掉 一、油標放這裡 二、Ctrl、Shift、向下 三、按deliver 再停止 十一、二、三 停止 那如何把它剛剛錄下來的東西叫出來 你可以找到聚集 就會有剛剛我們錄下來的 叫手機串接 跟手機清除 這兩個 有沒有 這個 這兩個 如果你要讓它執行的話 請你選它 按執行就可以了 選它按執行就可以了 所以從這邊執行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手機串接 OK 出現了 手機清除 執行 OK了 不過你想說 那這樣很麻煩耶 以後是一定要從這邊才能執行 我如果希望在旁邊加按鈕的話 怎麼做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邊有個插入對不對 這邊有個按鈕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點選它 拖拉向右下 放開的時候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對應到哪一個聚集 那就手機串接 然後呢 請你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 其實你按確定你大概就會知道 因為上面叫按鈕1 你把它delete 我複製的原因是貼上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就手機串接 一樣在插入這個按鈕 一樣在拖拉 再加一個 這個叫手機清除 一樣複製 一樣按確定 把名稱改成叫手機清除 大功告成 清楚有沒有 串接 還蠻方便的耶 OK 你沒有寫任何程式喔 但是你把按鈕給變出來了 至少感覺 應該有不一樣的感覺吧 至少感覺好像 你活在比較進步的那個年代了 對不對 感覺 而且以後你的 你如果家有小朋友 你跟他聊天比較有共同話題了 真的 因為他們現在都要學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不懂這些東西 你跟他就沒有話題了 因為他 OK 所以我也一直鼓勵那個大學生說 你回去可以跟你爸媽 順便教你爸媽一下 你爸媽其實不會這些東西真的 在職場上 很難混耶 OK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重點提示 1 把其他命令 有沒有 這邊打勾 這邊自訂功能區 2 把開發人錄製 先彩排過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超級讚 安 滿輩的